第八题,森林小火车会边行驶边鸣底,有一游客在离火车8500公尺远处的铁轨边,当他感到铁轨的震动后,在今几秒可听到从空气中传来的气体声,以知空气中声速为每秒340公尺,铁轨中声速为每秒5000公尺。 这一题我们可以用速度差来做,也可以用规规矩矩的算出空气传声要多久,铁轨传声要多久来做,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做,那我们晓得呢,速度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距离,所以呢,时间就是我们的距离除以速度,因此空气传声速度是340,8500公尺除以340,要花25秒钟才能够传到。 而铁轨传的声速是5000,8500公尺除以5000,那他的本身的1.7秒就可以传到,所以两个相差就是25秒减掉,1.7秒就是23.3秒钟,所以我们感受到铁轨传来震动之后,要再经过23.3秒才能够听到空气中传来的声音。 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,在经几秒可听到从空气中传来的气笛声,我们答案选的是A,23.3秒。